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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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萊除了石油珍貴之外 還有一樣東西都很矜貴 我知道 是長臂豪 其實長臂豪是婆羅洲獨有的 全世界現在只剩7000隻 所以如果想看的話 也要看看有沒有運氣 今天不錯 氣息不錯 真的嗎 綿綿綿綿好人 應該行 文萊全國有四條大河流 文萊河 刀東河 馬來裔河 和淡布隆河 有大約75%的土地面積 都是屬於原始森林 長臂豪就聚居在文萊河一帶 每天都有很多朋友 都專程坐船去偷窺他們 想不到人生第一次去偷窺 是偷窺長臂豪 沒有辦法 他們生性害羞 一見有人就躲很遠 所以要見到他們 一定要偷偷找他們 在哪裏 對呀 長臂豪大部分都在馬來西亞的沙巴 和沙六月森林裡居住 而小部分就在文萊河一帶聚居 他們最喜歡吃紅樹林的柚葉 早晚吃一頓 其他時間都在樹上休息 10點鐘左右 就是最好偷窺他們的時間 因為他們吃完早餐之後 就會出來散一下補 或者乾脆睡個早餃 由現在開始 我們真的要靜靜地偷窺 不過我有個很奇怪的感覺 甚麼呢 我好像被他們偷窺 牆壁喉很細膽又害羞 一聽到引擎聲就會馬上離開 所以想近一點看他們 就要關掉引擎和融入大自然 不要發出那麼多雜聲 他們的鼻那麼大 究竟有甚麼用呢 動物學家都未知主要的原因 不過普遍都認為 它是用來吸引而成 鼻越大就越有魅力 交配機會就越多 其實它不單止鼻大 肚腩也很大 是不是吃得多 經常存在的關係呢 不是 主要是因為他們的肚裏 有很多的胃膝和細菌 幫助消化樹葉 雖然牆壁喉的樣子有點古怪 看起來好像很笨 不過我看到他們的身手都很靈活 其實牆壁喉是暴雨類動物裡面 還有特色的物種之一 母喉的鼻沒有公喉那麼明顯 一班牆壁喉大多數由一隻公喉 和六至十隻母喉 和他們的子女一起組成 有那麼多老婆 那麼花心的 他們都要堅負送任 會保護自己的喉群 每次遇到入侵者挑釁的時候 牆壁喉都會大聲地叫 露出牙齒 還有就是揮動陰莖去示威 我猜 牆壁喉只可以在紅樹林裡生活 繁殖都較為困難 所以數目就不斷減少 其實可能會跟著紅樹林消失 在五十年內絕種 那就真是可惜了 希望文萊繼續保護這片紅樹林 想辦法幫牠們繁殖多些 讓我們不斷地偷懈牠們